朋友们点一下赞 东东你们发财小手 戳一下免费的赞赞 赞赞走一走 喜欢啥美的可以点点关注 我是一个人摆摊的 一个人摆个地摊 做做葱油饼 自己挣点自己的生活费 您花钱 这星期六应该说人还蛮多的 现在大家都放假了 等一下包 三个六个 七个 也不一定 有时候 谢谢 有时候他要加班的时候 有时候带客户 或者说谈合同的时候 他们都会搞得很晚 搞得很晚的时候 他们就来不了 怎么还不下锅 家妈你们别催我 不用催我 因为夏天的话 夏天你做得太快了 夏天吃了没有那么多人 我这里我没有花 没有免费请大家吃 我还做不到那点 还做不到免费请大家吃 所以我不会浪费每一个饼 因为每一个饼都有成本的 孩子我爸爸带 我爸爸帮我带 做的太多了 那个饼子它会软掉 软了之后 它就没有那么脆 没有那么香 我就是要做 就是做老客户 要做口碑 要把饼子都好到一面 好到一面 然后留给客人 一般我家饼子的话 以前刚开始做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两三分钟 两三分钟它都开始软了 现在的话 七八分钟它都还是脆的 这个就 一个 好的谢谢 都上班 昨天才开始上班 连续两天 下的是全天 昨天上午都是下雨 水温 你们只要掌握好水温就可以了呀 为啥纠结 那个发面 发面不管是冬天夏天 都是一个小时 不管是你在家里面坐也好 在外面跟我一样摆摊了也好 都是一个小时 还是两个可以煎一锅 这会儿人少 现在工厂那些都还没下班 工厂他们是5点40 5点半 5点40下班 这会儿人少 哎呦 像油条这些你们都喜欢吃的话 这个饼里面也不会说不好吃的 也会喜欢吃的 也会喜欢吃的 那我把我拿下来来 这其实还好 我又不是 5块钱一个哈 分门 5米一个的葱油饼 我们家是葱油饼 鲜葱鲜肉的葱油饼 欢迎你们来吃葱油饼了 我在毕山的夜市梦园广场 梦园广场哈 前面一锅都还剩两个 5点35了 要下班了 厂里面要下班了 我还要活馅 这一锅起来了 我就要活馅 对呀 鲜葱鲜肉嘛 鲜葱鲜肉 然后我们现在都是在外面活 上个天天气很热 一次不会活得太多 一次活太多的话 小心那个肉会变臭的哟 哎 随后的朋友们 可以点点赞哟 赞赞走一走 谢谢大家 嗯 没事人不喜欢我也没关系啊 不喜欢我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就可以了 喜欢下面的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 哎 你要是觉得我不值得不喜欢我 就我饼子做的不好也没关系啊 谁呢 又没有完人 谁都不是完人哈 哪能做到人人喜欢人人爱 我也不是人民币对吧 哦 秋天去梦园广场 要得来嘛 欢迎你啊 欢迎你 欢迎你们哈 欢迎你们来吃葱油饼 其实我们币上还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特别是那些是吧公园这些 我们这边公园又不花米的啊 哎 谢谢大家的喜欢喜欢下面的都很喜欢不喜欢我的真的 他就不喜欢我 嗯 你们要是你要是想要那个那个的话 你直接去看我短视频哈 哎 自己不会做想要自己在家里面做了吃的 你直接去看我短视频就可以了 就是现在夏天的水要稍微少一点啊 水要稍微少一点 夏天不像冬天 冬天可以放清凉水 夏天不得洗 夏天水多了的话哈 他就会那个包不起来 包不起来 因为夏天的面粉他不吸水的 只有冬天才吸水 来出锅啊 不过这锅出来就要回事了